早上好,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1月17号的百隔城报 昨天在新报头版 报道有关用来检查手机用户资料 是否被外泄出税的网站 siyagnahed.com 结果已经被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援引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第130条文正式封锁该网站提出 提供的检查服务 今天新报和新州日报内夜 都有报道了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立场 并不支持不受公认的网站 提供身份证检查服务 因为那样做反而会让该网站开发者 有机会搜集到大量的身份证号码 之后从事不法的活动 不过目前为止 没有迹象显示网站开发者 有盗用身份证的不法行为 如果民众怀疑身份已经被盗用了 可以向当局或警方报案 接着在新州日报头版新闻 指出我国明年将会推行欧洲英语教学 虽然是一项前展性 以及接轨国际的教育政策 不过执行上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目前政府已经编排好 教学计划给了老师 同时每一间的学校将会派一名英文老师受训 之后回到学校后 培训其他的英语老师 这样的培训方式是否有效 还有待进一步的操作之后才会知道 而一些马来报包括每日新闻和前风报 都在头版刊登了社团注册局总监 苏拉雅迪指出 土团党要是不在期限内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该党将可能无法上阵第14届的全国大选 他强调一年多前成立的土团党 如果不按照党章的规定 将可能面临解散的命运时 不要怪罪在社团注册局的身上 较早前两名来自斗湖的怀疑男子 盛德人女史瑞荣 因为在脸书直播求婚轰动全城 也导致数个非政府组织 以推广不健康文化 友商社会风化等行为向警方报案 而斗湖警方昨天证实 将会传照两位当事人进行调查 对此律师工会主席乔治瓦卢格斯表示 尽管同性婚姻在大马是非法的 但国民向同性求婚并不是一种罪行 他也强调 马来西亚所有的公民 无论任何的性取向 都应该要享有全面的人权 另外两位当事人也在脸书 向亲友报平安 贴文写道一切安好 获得众多的网友点赞送祝福 并且希望他们两人要加油 一直幸福下去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霹雷州太平鼓农李天才 日前因为在脸书分享 网民辱骂马兴总团长张盛文的视频 而遭警方逮捕 李天才虽然已经在本周三四点半被释放 但官单警律主任阿杜阿兹助理总监表示 警方目前还在追查视频的创始者 并且等候总检察署的指示 再次传召李天才 或者是把他控上法庭 另外此事件也扯出了一宗马华禁律案件 英迪拉马戈达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许强强因为在李天才释放当天 代理向李天才道歉 而遭马华撤除党职 对于党的惩处 许强强受访时就表示 自己没有做错 问心无愧 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此大部分的网友大赞 许强强有大讲之风 也明指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希望他弃暗投名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长时间看手机过电脑 对眼睛不好 但放心 我没有要你戒掉 只是要跟你分享一个护眼秘诀 那就是多吃蓝莓 蓝莓中的花青素和分酸 富含高抗氧化剂 能促进血液循环 舒缓眼睛疲劳 预防视力退化 要摄取蓝莓中的营养 现在用喝的也行 每天两杯 Good Morning Vigrant 紫薯蓝莓18股粮 里头的紫薯 除了花青素 还含有叶黄素 不只预防 还能增进视力 双重呵护双眼 快放下手机 去找来喝吧 世界在美 也要有明亮的双眼去发掘 Good Morning 紫薯蓝莓最好喝